为了解决区域供电瓶颈 台电规划在台北市中心 盖两座超高压变电所 大安变电所预计114年完工启用 台电花了十年时间 贯通通往内湖的松湖大安输电线前顿动道 并且表示施工的难度不输给捷运工程 地下最深达五十五公尺 洞口轨道直径约四到五米宽 台电花了十年时间贯通松湖大安 输电线的浅盾动道终于曝光 为在台北市精华地段大安变电所 未来将复起主要台北市 大安区 信义区 中正区及中山区 稳定供电 是我们要告诉台北市民说 浅盾的工作最难的 我们已经做 我们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 东区门户充足的供电 台北市超高压变电所向来是零币设施 像是松湖超高压变电所 因住户反对至今卡关二十年 无法兴建 大安变电所成了台北市市区内 唯一超高压变电所 预计盖四座主变电器 约供电两百万千瓦 预计一百一十四年完工 去年十二月木炸万龙变电所爆炸三十万住户受影响 接着今年三零三大停电影响近五百五十万户 当时经济部曾公布停电检讨报告 指出新增扩建电网 遭民众抗争才停摆 为了稳定供电 日前行政院通过编列一千五百预算 不过遭外界批评是为了填补台电的财务缺口 新达还有马上要展开的通宵 还有台中 这些都是属于电源开发的部分 另外就是还有电网建设的部分 所以这两个部分 大概加起来就是一千五百亿 电价审议会九月下旬登场 外界关注是否再调整电价 台电表示会如实反映燃料成本 而最终结果还是交由委员来审议 记者红绿章国粮台报道 第四条下询天意见